这是我见过抽烟最猛的人 58岁的郭剑荣 一天几乎一包烟 40年下来 虽然肺部没什么问题 但是心脏严重 超负荷被送进了急诊室 此时的他意识情形 除了胸口门和除冷汗外 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然而这一幕却迷惑了家属 认为患者并没什么问题 本身你急急急等死 他有很多这个并发症风险 有些人可能就突然一下死亡了 严重的还有这种心脏破裂 没有什么疑问的话 你只能签个字 这里写同意手术 你等一下 面对医生立马抢救的建议置之不理 不慌不忙地和亲属们打起了电话 根据医生检查发现 郭剑荣是即性心肌梗塞 从性点图来看 是心脏里有一根血管被堵住了 并且还是最大的一根 梗塞面积很大 死亡率在50%以上 好消息是现在才发病三小时 医生立即启动了医院的绿色通道 准备给他做紧急的心脏支架植入手术 在短时间里打通血管 现在时间就是生命 知道后果的医生显得很焦急 可相比之下 郭剑荣的儿子却不慌不忙 刚拿起笔签子 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突然放下去打电话了 父亲暂时的好转 让他们放松了警惕 他们开始怀疑 医院是不是为了多挣钱 时间一晃十几分钟过去了 医生急得满头毛汗 就在这是隔壁床上的病人 病情突然加剧陷入高危状态 家属们岂不成声 毕竟进急诊室的人 没有一个是轻松的 哭声充斥着整个急诊室 但尽管如此 郭剑荣的家属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父亲也面临同样情况 父子俩还在悠闲地聊天 另一边的医生急得不行 再次催促他们尽快做决定 终于在问了一圈学医的朋友后 家属终于同意签字了 至于对手术的危险性 他们几乎不用担心 因为每年继承的心肌梗塞有300多例 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 顺利的话一个小时就能结束 即将进手术室前 家属问了一个问题 而这也成为了后续 医患矛盾的导火索 问完这句话后 郭剑荣被推进了手术室 身后则跟着十多位家属 这群医生正在杀人 病人刚刚推进手术室没多久 里面就传来了凄厉的惨叫 门外的家属厅后瞬间晃 不停拍打手术室的门 你们有恐怖事吧 你们没恐怖事不要做这个事情 你痛了他在叫 我们外面 刚才就叫很好 这个这个要曝光 不来世 你看 就在十分钟前 患有急性心肌梗塞的郭剑荣 刚躺上手术台 医生还没来得及麻醉 就看见他脸色惨白 叫也不回答 有15年从一经验的黄医生 立马判断患者 发生了恶性的心律失常失颤 如果不及时抢救 五分钟之后 就会引起脑缺缺缺氧从而死亡 为此医生顾不得打麻药 急忙进行电击出颤 打打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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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打打 在第一次电击下 郭剑荣的心跳恢复正常 但危机并没有接触 医生们知道郭剑荣的心脏 随时会再次停止跳动 于是他们加快手术的进程 可随着噪音剂的注入 郭剑荣体内血管的状况 让医生们忍不住叫住了声 因为抽了40年的烟 血管状态不忍之时 原先判断郭剑荣只是堵了一根血管 但是噪音一看 心脏上的三根大血管 有两根完全堵死 一根几乎要堵了 一旦最后跟噎毒死后果不堪设想 可就在医生准备装入指甲时 郭剑荣再次发生失禅 并且比上次更加严重 必须多次电击出禅 先保住他的命 但是电击产生的刺激 让本就害怕疼痛的郭剑荣发阵阵惨叫 声音大的直接传到了门外家属的耳中 于是开始拼命敲门 又来了又来了 手术室外整天的拍门声 极大的分散了医生的注意力 经验丰富的黄医生 立马呵斥中人 让他们专心抢救 并交代护士将手术室大门关死 这时候的抢救绝对不能停 一旦停下来 患者就交代在这里了 这边越不开门 那边敲得越厉害 护士们也不敢开门 他们害怕家属不停劝阻 冲进手术室 影响医生抢救 在疯狂的敲击中 医生们高度集中注意力 终于将指甲手术做完了 确定无误后 医生才打开了抢救室的大门 医生在里面抢救 家属却在外面疯狂拍门 换作品厂医生 直接聊条子不干了 黄医生却顶着压力 讲手术做完 凭尽全力救回患者的命后 筋疲力尽的他们 还要面对家属 皮头盖脸的责骂 主任听后抢压住 心中怒火 耐心和家属解释 郭建荣的急性心肌梗塞 比一般人还要严重 心脏的三根大血管里 最重要的前降直血管 被完全堵塞 打通的过程中出现失禅 失速是禅那是致命的 医生立即点击出禅 可家属始终抓着一个点 那就是他们在外面 听见了病人的惨叫声 他可不管什么出禅不出禅 听到这一声咔得骂人 一般人在听到这番话后 就能明白医生的苦衷 可郭建荣妻子 还是纠结那个问题 肯定是的 当时的情况 医生如果开门 家属冲进来扰乱了手术 病人肯定下不了手术台 其他医生见女人油烟不紧 也急了 加入劝说的行列 至于书前医生说的无痛 是因为心脏支架手术 要做局部麻醉 这个过程中是不同的 郭建荣惨叫 是因为电剂导致的疼痛 尽管遭到不公平对待 主任还是耐着性自解释 没有医生会向患者出事 医生和患者都是站在同一站好 只是现在的医患关系紧张 导致家属将医生 当成了只为挣钱的敌人 医生救活了患者 他们却没有丝毫感激以及迁移 始终决定医生在骗他 小编也希望大家 能多理解医务人员